事件移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吧 感觉最近日子不好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干脆冬眠去未来 把压力引向后市 反正冬眠的人也不会繁衍生息 并不会给未来造成叠加的人口压力 经济有它的周期 只是长短问题 我们直接去经济再次高速增长 就业率飙升的时代 享受发展红利 至于能不能适应那时候的社会 到时候再说呗 反正睡过去的经济低迷期 估计社会也没发展多少 可能也就需要学一学网上层出不穷的梗 你们觉得这个想法咋样 你可能想说我没事做什么白日梦啊 好吧 其实我不是受打击开始做白日梦了 而是人类冬眠这事儿可能真的有谱了 前些天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杨幺恒博士私信找到了我 欣喜的向我展示了 他们最新的关于人工冬眠的实验成果 并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然后耐心的把原理给我讲懂了 这些知识也彻底改变了我对冬眠的认识 他们的突破很简单 一句话说 就是超声波定向刺激动物大脑前夜 激发相应的神经反应让动物冬眠 说人话就是用超声波刺激大脑的一个地方 动物就关机冬眠了 听起来很简单 但背后的原理和对人的启发 却真的出乎我预料 在科幻小说和电影里 冬眠感觉是一个很高深的技术 将人放进一个看起来极其先进的棺材里 然后冻住 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暂停了 由于冬眠仓的精细复杂 让我们感觉冬眠是人类科技的捷径 那个能把人冻住的冬眠仓也早已深入人心 在60年代的电影里 人就已经是被冻住飞往宇宙了 以至于后来有很多富豪 在生命垂渎之际 真的把自己放进一个罐子里低温冻住 以为这样就像冬眠一样保住了自己 期待未来科技能将自己复活 但我们似乎忘了 冬眠其实是大自然里非常普遍的现象 熊 搜索 刺猬啥的都会冬眠 这并不需要任何人类科技的帮助 某种动物是否会冬眠 那是基因突变然后自然选择的结果 那么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就来了 冬眠可以从仿生学出发去探索 根据这个思路走到最后 我们能实现的就是动物冬眠能实现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得通过冬眠的动物 展望一下我们真的实现人工冬眠之后 能得到什么 再去考虑这条路是否真的要走 而且最近在杨阳云博士的帮助下 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动物冬眠的有序实验 认识到我们如果真的实现了人工可控冬眠技术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掌握我们的生命进程 而不是被人生的进程控制 从而让人类实现进一步的解放 首先要明确一点 冬眠不是把自己冷藏然后睡觉 低温也并不能冻住生命的时间 温度的降低 只是让一些动物开始冬眠的诱因 或者说信号 甚至只能说是间接信号 因为大自然中 温度的降低往往预示着食物减少 既然没得吃了 一些动物就演化出了低耗能模式 运动包括大脑活动几乎停止 身体也不再维持原有的体温 呼吸心跳都急剧降低 我们睡觉时 呼吸频率和醒着的时候差不太多 心率也就是从八九时降到五六时 而冬眠的动物比如黑熊 平时心率在每分钟55次左右 但冬眠时会降到每分钟9次 呼吸也从平时每分钟10次降到一次 体温也维持在6度左右 整体代谢率降到活跃时的25% 同样冬眠时 突破鼠的心率从100跌至3 呼吸一小时一次 体温从39度降到7度 这导致这些代谢率在深度冬眠时 只有正常情况的5% 最厉害的当属北极地松鼠 在极地零下60度的地下冬眠时 头部温度接近零度 腹部体温可降至零下2.9度 就心跳每分钟不到一次 经测算 零下2.9度部位的代谢率 是零上部位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零度以下冬眠相较于普通冬眠 可以实现在原本只有不到10%代谢率的基础上 再降90%的代谢率 这就让北极地松鼠的代谢率 只有活跃时候的1% 如果我们将代谢速率粗略的视为生命进程的速率 以松鼠最高13年的寿命计算 它一直冬眠的话 可以活1000多年 我们人类最快的飞行器 是2018年发射的派克太阳探测器 最高时速200千米每秒 这个速度如果在暴力提高6倍 那不需要什么冬眠舱 一只北极地松鼠就可以在有生之年 活着到达三体型 超低的代谢率也意味着航行过程中 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也更少 极大的减轻航天器的负载 其实零下冬眠是有巨大难度的 那些直接把自己冻起来的人 大概立约永无苏醒之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水 细胞内外都是水 正常情况零度以下水就会结冰 这就会出现严重问题 首先水在凝固过程中 是从一个个结冰点向外扩散 这就会形成一个个尖刺 会刺破细胞结构 而且水结冰后 体积会膨胀百分之持 这就直接会把细胞撑破 也就是说那些冻住的人 从生命的最基础单位 细胞层面看已经支离破碎了 想要从细胞水平修复身体 难度不亚于七四回生 那我们转头就会想 北极地松鼠是什么情况 它为什么能在零度以下生存 水结冰对它的生命不构成威胁吗 其实这种松鼠居然实现了零度以下 腹部不结冰 怎么实现的 科学家还没有确切答案 但有一个基本方向 就是水的过冷现象 如果将一瓶完全纯净 没有任何杂质的蒸馏水 放进冰箱冷冻室 不摇不晃 这瓶水其实很难结冰 在实验室里 有高纯水在零下40度 才结冰的记录 这是因为液体太过纯净 没有凝固所需的结晶盒所致 我们将过冷水拿出来拍一下 就会看到瞬间结冰的神奇现象 在北极地松鼠体内 未发现任何防冻物质的情况下 过冷现象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但是它是如何在体内 营造出过冷水出现的环境呢 这个暂时还不得而知 科学家还在研究 如果有突破 深度冬眠 甚至零下40度的冬眠 是否能将代序力降至千万分之一 这技术将是人类超长时间冬眠 以及成为跨星球物种的重要保障 时间 温度 食物 再喝都将大大节省 如果你说星际航行 时间一名啥的 还离我们太远 那冬眠还有更贴近我们的 让你无法拒绝的用途 就是医疗 因为人类不冬眠 所以早期生物学家研究冬眠 仅仅是为了探索动物细性 但1956年 哈佛医学院的查尔斯莱曼和唐弗赛特 在以仓鼠为实验体研究肿瘤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癌症与冬眠的关系 那些不幸被植入肿瘤细胞的仓鼠 在完成实验记录后被他们丢弃 恰逢冬天 仓库温度低至10度 一些仓鼠在死之前冬眠了 当其他仓鼠很快因癌症死亡之后 冬眠的仓鼠竟然活过了整个冬天 虽然冬眠结束他们醒来后 还是相继死去 但这让查尔斯和唐 立刻将癌细胞的生长 与冬眠现象联系起来 最后 他们用近百只仓鼠做了相关实验 将癌变组织植入这些仓鼠的皮肤内 然后分成三组 第一组在室温当中正常活动 第二组在低温当中让其自然冬眠 还有一组也在低温当中 但通过一些物理影响让其无法冬眠 这是为了对比排出低温对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三组分好之后 在不同的时间测量他们批下癌细胞生长情况 结果非常明显 没有冬眠的仓鼠 癌细胞在结束4天的潜伏期后 生长增值呈现指数型增长趋势 肿瘤在后期快速增值 导致仓鼠死亡 而对于冬眠的仓鼠 在冬眠的前15天 肿瘤增长非常微弱 而在大约15天后 肿瘤细胞生长完全停止 20多天后 肿瘤组织中心甚至出现了部分细胞坏死 但是当这些仓鼠从冬眠中苏醒之后 癌细胞立刻开始生长 与第一组仓鼠的癌细胞生长情况一致 第三组在寒冷环境但未冬眠的仓鼠 肿瘤细胞依旧在生长 只是生长速度比肠温下稍慢一些 因为低温下所有细胞生长都会变慢 经过他们的专业测算 低温对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与对正常体细胞的影响程度一样 所以结论就是 冬眠对癌细胞的生长有巨大的抑制作用 但冬眠并不会很明显的损害或者杀死癌细胞 冬眠结束后 癌细胞还是会继续增值扩散 实验当中肿瘤中心部分细胞坏死并没有继续 很快也停在了一个有限的程度 也就是冬眠不会治疗癌症 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彻底暂停癌症的发展 这样的研究很快扩展到了很多会冬眠的动物身上 这种研究成果在50年代还是相当震撼的 毕竟那时所有癌症都是不治之症 而且是不是所有正在恶化的疾病 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暂停疾病的恶化 这就相当于打游戏的时候 可以让时间暂停 然后我们还能操作游戏 那就可以沉着冷静的想办法把敌人消灭 接下来就是那个关于生死的人类终极关怀 历史上所有宗教思想以及过去的政治制度 都在争夺对死后世界的解释权 从而用对死后世界的许诺建立秩序重治人民 但我们现在理性的去思考 估计真的没有什么死后世界 毕竟阿尔兹海默症 只是切断了极少数神经元的联系 人就能忘记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和事 那么死后完全不工作被烧成灰或者浮烂成水的大脑 怎么可能还在天上看着自己的亲人 我曾经在科学家的帮助下 用三七上万字的论述 阐述过死亡对一个人来说 就是一切的结束 所有记忆知识品格心态都会通通消失 虽然我们不愿意相信 但理性的去想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 永生成了科学时代人类新的终极追求 即使永生能毁灭所有秩序 个人也无法抵抗永生的诱惑 可以想象如果有了一丝希望 大多数人就会不顾道德违背法律奋不顾身的追求 借此 大刘就在他的随笔中讲述过人类实现永生的步骤 这篇文章被称作永生阶梯 文章说现在一个人想要搭上科技永生的阶梯 首先要保持健康 尽量再活五六十年 这是第一阶梯 这样很大概率就可以等到冬眠技术的实现 直接将人的生命尺度延长几百年 在这期间 坏死的器官可以用已经快要成熟的定向克隆技术 用自己的干细胞培育相应的器官即时更换 然后就要期待脑科学的发展 当我们能够完全弄明白大脑的结构原理和功能之后 用电子元间一点一点的更换脑细胞 逐渐将人的意识电子化 数字化 用人体改造技术实现意识永不灭 接下来 只要能不断的更新这个意识的载体 我们就能实现所谓的永生 在这里 所有技术的实现都需要时间 而冬眠能帮助我们自如的把控时间的进程 让时间不再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 但这一切还都是科幻的猜想 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我们面前 就是冬眠期间的生物真的没有变老吗 代谢速度并不能代表生命的进程 很简单的例子 适当的运动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身体健康 这个无论在科学界还是民间 基本上都是共识 而运动的一大作用就是提高人的基础代谢率 如果代谢率是人衰老的速度 那提高代谢率岂不就意味着让人走点走 这里显然有问题 那么什么可以量化衰老 周温数量吗 我之前在《永生》那个系列的作品中反复强调过 人体逐渐衰老的直接原因是表观一串紊乱 除了成熟红细胞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我们全部的DNA 细胞是根据DNA当中的信息 合成蛋白质构建细胞组成生命的 那么为什么相同的DNA构成的细胞却是多种多样的呢 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会根据环境的不同 以细胞间传递的信息选择性表达遗传信息 从而实现细胞分化各司其职 让生命活动有序进行 遗传学研究的是在DNA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生命体会有什么变化 而表观遗传学就是在研究DNA没有变化的时候 看看什么因素会导致细胞选择性表达出现改变 人体的衰老就是细胞内结构被环境破坏 导致细胞选择性表达出现混乱 细胞不能各司其职逐渐导致生命体的崩溃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细胞会生产各种修复蛋白 去修复各种环境造成的伤害 让表观遗传稳定 但是当我们年龄增长之后 细胞修复蛋白的表达就主动逐渐降低 然后越来越多的细胞功能紊乱 导致身体开始衰老 那么细胞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体年龄 从而主动减少修复蛋白让我们开始衰老的呢 毕竟一个细胞可看不见四季的变化 当前科学家们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DNA上的有些片段会逐渐甲基化 也就是DNA分子上会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甲基 科学家现在就是通过观察细胞DNA甲基化程度 来判断生物体年龄的 而科学家也发现 细胞内表观遗传的紊乱程度 尤其是修复蛋白的表达量 会被这个甲基化程度直接控制 生命似乎就是根据这个甲基化程度 来判断自己是否还需要拯救的 这种理论可以将现在关于寿命的端力学说 养化学说等很多学说统一起来 这部分内容之前的永生专题有细讲 这里不再展开 回到冬眠对衰老的影响 如果冬眠能够影响表观遗传紊乱的进程 也就是直接影响甲基化程度 那么就可以说冬眠能够暂停动物的年龄 根据这一思路 2018年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自然生态与进化》杂志上 发表了他们关于冬眠与表观遗传的研究 研究对象是土拨鼠 具体的来说是生活在洛基山脉的皇妇土拨鼠 这哥们每年要冬眠七八个月 夏天大吃大喝让体重增加一倍 然后冬眠半年又瘦回去 于是科学家就开始测量 他们在冬眠时和夏天活动时 DNA甲基化程度 这张图是他们测得的皇妇土拨鼠 甲基化程度与年龄的关系 结果非常明显 在两岁之前 皇妇土拨鼠冬眠时的甲基化速率 与活跃时期没有太大区别 但两岁之后 邪率明显变化 拟合之后甚至得到了一条波浪线 但这是把很多只土拨鼠的情况 全表现在这张图里 然后进行拟合 所以并不是一只土拨鼠的衰老情况 最近当时看到这张图 我也吓了一跳 以为有邪率向下的时候 而这邪率向下的时候 对应的就是皇妇土拨鼠冬眠的时间 但这不是年龄暂停 直接相当于反老还童了 这感觉应该不可能吧 于是科学家又对每一只两岁以上的 皇妇土拨鼠 在冬眠期间甲基化速率进行了测量 然后与其活跃的时候进行比较 11只样本获得了这张图 最上面这条线是25%分位数 最下面这条线是75%分位数 中间是这些甲基化速率的中位数 在排除掉测量误差和极特殊情况之后 这个团队得出结论 冬眠的皇妇土拨鼠 几乎没有甲基化程度加深 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 以及中位数不仅非常接近 而且都非常趋近于零 而且真的有极个别土拨鼠 甲基化程度下降了 也就是真的烦恼还童了 那么由DNA甲基化决定的 生命衰老进程也就被暂停了 冬眠真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锁住年龄 大多数动物的寿命 与其出生到性成熟的时间相关 极限寿命 大约是从出生到性成熟时间的9倍 成年时间的6倍 其实与这种土拨鼠 同体型的不冬眠的镊齿动物 一年多的时间性成熟 所以其寿命在10岁左右 而这种黄富土拨鼠 极限寿命可以达到20岁 这本身可能就与其 每年冬眠大半年有直接关系 暂停生命的进程 从而掌控生命的时间 通过冬眠动物们的表现 我们已经可以窥见 人类掌控时间之后 可以获得的巨大能力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 说了这么多冬眠 我是在倡导大家去冬眠吗 人不会冬眠 我们没有这个功能 我们只会睡觉 但既然我能讲冬眠 那必然是已经有了些突破了 人工干预冬眠技术 虽然还没有什么实际应用 但它作为基础生物学 已经有了近60年的历史 而且在最近几年 有了明显进展 之前人们认为 冬眠是环境温度刺激的 动物身体检测到低温 于是开始冬眠 这也很符合直观的自然现象 于是科幻作品里也认为 冬眠需要身处在一个仓室内 制造低温环境又是冬眠发生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 冬眠并不是让身体主动降温 来制造身体的低温环境 而是身体不再产生那么多热 去维持体温 随后体温因环境温度而下降 然后稍微产一点热 维持一个很低的体温 毕竟最低限度的生命活动 还是需要点温度的 不产那么多热 就能在食物匮乏时节约能量 所以冬眠应该是有一个开关的 最直接开启这个开关的 应该不是温度 而是身体想产热 但却没有足够的食物去产生热量 于是身体干脆躺平了 不产那么多热了 也不活动了 从而熬过食物匮乏的冬季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动物还会吓眠 在最热的时候 高温干旱带来的匮乏与危险 也会让戈壁中生活的昆虫蜥蜴 含有非洲的肺鱼 以及部分黄鼠狼和乌龟在夏天静默 它们静默时的体温可不低 起初生物学家认为冬眠是体液调节的 于是根据冬眠的各种指标 比如血压体温啥的 用一系列能实现类似现象的药物注射进血液 试图实现人工冬眠 做个不专业的比喻 就是用退烧药降体温 用降压药降血压 用降心率的药来降心跳 来强行实现冬眠时的各种身体指标 但这里有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要维持生命 其实是需要身体内环境的稳态 而内环境的稳态 需要身体各种物质的精密配合 人类用药物维持的稳态 显然远远不如大自然 几十亿年优胜略特的细致调节稳定 这种用药物的方法 确实有时可以让动物冬眠 但却经常因为打破动物内环境的平衡 对动物造成巨大的伤害 毕竟没病在这吃药 那就是吃错药了 后来科学家根据各种药物调节 偏差较大的现象猜测 冬眠并不是体液调节 而是神经调节 而且是由中枢神经决策 然后统一调控 也就是说在大脑里应该有一个 开关控制着整个冬眠行为 我们需要直接找到这个开关 让机体按照那个精密的平衡 自己调节切换 后来随着脑科学的发展 我们知道了控制禅热的开关 主要在下丘脑 那么动物进入冬眠状态的开关 会不会就在这里 这里检测到能量非常匮乏之后 就会让身体进入休眠状态 很快这个开关真的被找到了 是下丘脑事前驱的几个神经元群 科学家发现 当13条温地松鼠进入冬眠时 这个脑穴的神经元会异常活跃 而抑制这个脑穴的神经元 也就是给这里打了麻药之后 会迫使松鼠退出冬眠状态 开关找到了 但是如何开启这个开关 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开关在下丘脑的前部 起初科学家想打开这个开关 无论是用药物刺激 还是用电刺激 都得开炉 这就让小鼠基本都成了一次性实验品 想要实现人工冬眠 我们就得寻找不开炉的方法 去打开这个开关 于是生物学家想到了 给这些神经细胞装上 让人们方便控制的受体 来控制其兴奋 各种能引起神经兴奋的神经兽体 其实质是蛋白质构成的离子通道 那生物学家 就把能翻译出 方便控制的离子通道的基因 装进特定的病毒外壳里 然后让这种病毒靶相 感染脑子里相应的神经细胞 这样就能让神经细胞 自己生产相应的离子通道 给自己装上 然后我们只需要让小鼠服用 能突破血脑屏障 且能通过这种离子通道的普通药物 就能激活这种神经细胞 然后让整只小鼠冬眠 虽然这种方法也成功了 但病毒感染这种词汇 会给人不安的感觉 于是科学家就将其称为 转基因人工冬眠技术 但这不是改个名就能忽视其风险的 被感染的神经细胞 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完全不可控 改变神经细胞的DNA 且给神经细胞 随意添加本部存在的受体 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闻乱 通俗的来说就是神经病 华盛顿大学杨姚亨所在的 程鸿教授团队 长期致力于生物超声波研究 而超声波是目前已知 唯一无损可穿透人类颅骨 并对深脑区产生作用的物理波 能聚焦于大脑内的任何位置 精度为毫米 在他们了解到 冬眠开关的存在之后 一个用超声波遥控控制神经元 实现冬眠的假想被提出来了 2021年初 对这一假想的实验验证正式启动 杨姚亨给我讲了 他们前期调研发现 在小鼠控制冬眠的脑区 确实有可以感受超声波的蛋白质存在 所以他觉得假设应该是成立的 但在预试验的时候 却发现超声刺激似乎没有什么作用 直到团队准备放弃实验的时候 杨姚亨突然发现 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没给小鼠剃毛 导致红外线测纹剂的探测信号被遮挡 所以给他剃光 然后打开超声波刺激相应的脑区 小鼠的体温立马下降了一度多 回忆起那个关键的时刻 杨姚亨的语气难掩兴奋 他说成红老师和我都非常兴奋 因为怎么说好呢 第一次看到这么强劲的结果 而且是用一种完全无损的方式 远程控制小鼠进入这样的状态 后来的实验进一步证实 一次超声波刺激 也就是持续发射10秒超声波脉冲 科室小鼠核心体温下降3-4度 心率减变47% 直观的行为也开始变得不活跃 与此同时 这些小鼠的代谢途径也发生改变 从利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来产热 转变为仅用脂肪产热 这说明小鼠已经进入低能耗的折棉状态 其实这里也解释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就是胖子为什么会饿死 其实是因为我们人 没有转变为仅用脂肪产热的模式 所以人工冬眠实现以后 减肥估计也就不会是什么难事了吧 然后更重要的来了 这个实验 在从不冬眠的大鼠身上也有了结果 用超声波刺激大鼠相应的区域 大鼠也出现了类似冬眠的现象 现在进一步的在其他非冬眠动物身上的测试 杨妖恒所在的团队也在推进 也就是说冬眠的开关可能一直都在 只是不同的动物打开它需要不同的预知 毕竟动物冬眠的时候 可以说对于烈士者完全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在白鹅纪的大灭绝发生时 哺乳动物弱小的祖先 在那个缺乏食物的时代 可能就需要这样的随时能切换成低耗能的模式来生存 但是后来环境渐渐好了起来 能通过迅捷的行动获得足够食物的动物 就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 冬眠的预知越来越高 很多被捕使者也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敢冬眠了 但预知高不代表没有 这一开关的存在 给我们留下了让人类实现冬眠驾驭时间的可能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控制冬眠的神经细胞声 为什么会有对超声波敏感的开关 过去的实现环境很少会有超声波 难道这要被解释成什么 上帝给人类留下的成神的钥匙 杨摇晨跟我说 当前只是找到了被超声波激活的离子通道 没有研究出激活的机制 但他也给出了大胆的猜测 声波的实质是物体的震动 超声波的刺激会在细胞膜上产生高频机械振动 而动物预冷产热时也会在局部产生这种振动 产热就是能量消耗 如果此时生物体内恰好缺乏能量 比如糖类 细胞膜内外的营养物质缺乏 导致渗透压发生变化 同样会在细胞膜上产生机械力 于是这种机械敏感的离子通道 就会在产热振动以及渗透压的合力作用下被打开 而这种机械力恰好可以被超声波产生的震动模拟出来 大胆的猜测想象和严谨的研究计算 看似矛盾 实则相互依从 科学家一般都需要先大胆假设猜测 然后再做严谨细致的计算去验证自己的猜测 所以科学家们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呆板木讷的样子 相反他们极其浪漫 且随时都有可能迸发出天马星空的想象力 在与杨瑶亨的对话中能感受到 他对冬眠的研究是非常乐在其中的 每一点进展和突破都能让他兴奋不已 这样的科学家在研究的时候 也许并没有什么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推动他们前进的是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他们能用美国大学提供的经费去满足自己的兴趣 实属人生兴世让我羡慕不已 而就是这种纯粹的孩子般的好奇心 也许就是全人类前进的最根本驱动力 现在成红老师团队正在计划准备进行人体临床实验 当然在美国招募人体实验的志愿者 需要走漫长的法律程序和流程 同时由于当下的国际环境 中国科学家的美国签证最近也越来越难办了 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研究的进展 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总会有各种艰辛 但保持那份的未知的好奇与激情 我们总会冲破困难创造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